哈喽,我们现在出发离开伊拉克了,要去伊朗了 首先我们现在是要商量一下从这里是否能够打车直接到边境 要么的话我们就到一个车站在坐这个小巴 然后去这个边境 今天天气变得非常好 我们要走了天气一下变好了 刚刚叫好车,在这边呢什么都好 就是说打车一定要注意一下 动不动就几万给你起步 要学会砍架或者说磨 哇,上面这个镜子这个颜色 趁着这个天看着很棒的样子 上面有一个牌子 然后我现在要问一问去这个边境口岸是怎么去 这边大巴找个翻译一下 他说在前面坐车,然后我要去问一问 OKOKOK 哎呦,我来拿 做这种小巴真的太省钱了 我们一个人是五千 我如果是打那个出租菜的话 他们给我们开价是七万 真的不一样 就是可能比较折腾一下对吧 但是能省就省 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了边境 不知道能不能够过境 但是呢,先走一步看一步吧 公平收费啊 每个人都是五千 我没想到伊拉克的路修的这么好 然后外面这边都是油菜籽 哈哈 不好意思 错过了 走着走着一群牛就打马道了 牛哥 稍微等一下 我们拿个行李 哎呦,这边还有微微啊 哦,微微 微微 微微手机,还有欧普华为 现在你看这个 其实你们看前面的山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来的路上 真的很漂亮 还有那个小河呢 太好了 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坐车 这样可以share一下 原地拼车后面塞的满满呢 我们四个人就走了 这个车咱们花了多少钱 我也不清楚 因为旁边这个大哥 给了那个司机一万替代 然后呢,我们要给他钱 哦,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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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点 Fine, sti 鲍·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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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诶,诶,诶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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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他要那个2,000で 他要那个2,000的 刚才这个人一直在等我们 然后呢,他帮我们付了车费钱 我们这次现在是到了 我们准备把下一站的车费给他 对对对,不要再让他付了 对对 too 不要再让他付了 不要再让他付了 这个比我想象中的要容易多了 我们现在可能就要入京伊朗了 通过了一个关口 现在我们还没有盖那个出境章 应该是还没有到边境口岸吧 折腾了两大圈 这一路都遇到了好人 刚才这边这个关口不让我们出 因为我们去伊朗的话 他要问我们签证 但是我们中国护照的话 在伊朗是不需要办签证的 最后就跑到这个领导办公室 就我们这个伊拉克小哥 他是伊拉克人 也是这个库尔德这边的 在伊朗那边读书 就帮我们来回跑了一下 最后放我们过了 好人好棒 现在我们过了这个关口了 进入伊朗了 跟大家说两个好笑的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从伊拉克出关的时候 这个哥们很容易 然后我们两个很麻烦 但是进了伊朗之后 这哥们就有点麻烦 就箱子各种检查 然后我俩就看了一下护照 就把我们放进来了 还有一个其实跟那个不是说谢谢吗 要碰一下这个吗 那个伊朗人就直接躲开了你知道吗 所以这一边的宗教信仰不一样 看看伊朗的出租车基本上 我看到的是手摇的这种这种车窗 进到市区了 现在我们要去办一张这个电话卡 小哥正好说是跟我们去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原来打算就是在这边随便找个地方 跟着他走的话我们就很方便 我们换200刀的伊朗钱 然后这个伊拉克哥们再帮我们数这个钱 他们这个数额真的是好麻烦 太大了 我一下子有钱了 200刀换了5360万伊朗币 然后呢在换钱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钱他们有两种啊 我待会再给你们一个镜头 在伊朗有两种钱 还有一种钱比这个要大十倍 然后那个我们没有换 一般的话正常用这个就行了 大家换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因为有些比如说拿这个低的这个钱 去给你换这种高的这个种汇率价 打这个差价会很容易受骗的啊 这个是我们这边本地人 那个也不是本地 那个伊拉克哥们告诉我们的 在那个埃尔比勒的时候 那哥们也告诉我们了啊 埃尔比勒那个哥们刚开始到就被 坑了所以他当时就跟我反复说了一次 后来在伊朗的那个哥们又跟我们说了一次 然后这个哥们又跟我们说了一次 反正这个钱因为那有两种嘛 还有一种钱我见不着啊 我就是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我的钱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正在办这个电话卡 你知道我们从边境打车到这边 差不多好几十公里 我们两个人花了四十多块钱 哎呀好便宜啊 在伊朗这边他们说 水比油贵 这个我是相信的 哈哈 还钱 我阿布朗拉也阿布朗拉 OKOKOK 伊朗阿布朗拉 我也听不懂 还反正钱的事情要注意一下 一定多多注意 这个东西我解释不清楚 是因为我真的看不到那个玩意儿 而且语言方面也是个问题啊 大家小心 反正镜头也给你们给了 这所有人看到我都不怪怪的 我的手机终于有网了 然后他这边的网的话 我呃像脸书还有油管 我需要翻墙 但是我的微车是可以用的 三百八十万不到一百块钱 两个人嘛 分别都是一百Gb的 他这没有无线流量的 知道我们要走了 哪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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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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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像是听到了我在夸他 他开的越来越快了 哎呦 牛逼牛逼 这司机开车我是很佩服 我去大哥别这样 快 cidade去就是猛要死 哦哦哦哦哦哦哦 我耶和伊朗的死机真的是战斗机啊 终于到了目的地了 坐了差不多三个小时的车吧 说实话 我都没想到伊朗 打成这么便宜啊 以前老听说 差不多 Omar 小一百五十公里路了 然后才花了四十多块钱 不是几十公里路 现在我们要弄这个酒店 因为这边酒店很少 然后呢 不像在伊拉克 或者说在土耳其酒店 满大街都是 终于找到了一个酒店 刚到伊朗 感觉就是街道非常干净啊 他可能虽然说 没有伊拉克人有钱 但是 哎 收拾的倍干净 进到这个酒店去看一看 我们的伊拉克Brother Thank you 这像是一个七八十年代的酒店 很老了感觉 然后山上悬挂着各个国家的国旗 正在登记 然后我们顺便看一看这个大堂 这里可能室内是应该不允许抽烟的 不像在土耳其很自由 你想抽就抽 伊拉克也是 这个是电梯 哦 电梯也很老式 等会上去看吧 这个房间是35到220多块钱 这个哥们带过来弄 四星级酒店住得我肉疼 但是人家好心带过来的 我们先住一晚吧 之后的话我们就自己找酒店 这个这个 看看这个房间 这应该是当地比较豪华的酒店了 估计啊 按照这种消费的话 OK 然后我们的行李也拿过来了 外面这里还有一个阳台 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稍微休息一下吧 因为他可能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着想 就把我们送过来了 送到这边了 看看洗手间 拿了个帘 遮挡了一下 洗手间也是蛮干净 反正我觉得这边的住宿 应该是不会太差的 哇 我忘记脱鞋了 还有地产 现在我们出来吃个饭 然后就是今天这个伊拉克哥们 带我们穿越边境 带我们来酒店的这个人 然后呢 给大家看一看他有多么的贴心 打了一个车 然后呢 告诉我们付多少钱 他说你千万不要多付 然后给我们叫过去 你知道吗 太贴心了 Let's go 先去吃饭了 一天没吃 怎么了 你们说一下刚刚打这个车 十万 两块五 三公里 你信不信 我的天哪 我惊呆了 惊呆了 这这家是吧 应该是这家 哎呦 hello that's ok Ok oh Ok ok go go 在这里拍摄 我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镜头主要以我为主 因为女性太多了 哦 跟着小哥走绝对没有错 不会还有他的朋友吧 他是一个学生啊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在这边读书 哦 是有一个 这是我们的 What's her name? Muha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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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Sorry Navid Navid 我已经问了我们这两个朋友啊 新认识的 然后他们说 我可以在餐厅拍视频没有关系的 这是我来到伊朗的第一家餐厅 环境怎么样 这两个好兄弟呢 就是在给我们推荐玩的地方 然后我们点完点完餐了 今天这边是一个快餐店 吃汉堡和这个 Muhamad Hello Pizza Pizza 现在给我们推荐非常好玩的地方 我们也看一看 这挺好的 有时候出门遇到这样暖心的人 觉得就省事不少 当然还是要注意一下哦 这是我们的鸡肉沙拉 赶紧吃快给我饿没了 我的大汉堡终于来了 我们就简单吃了一个简餐 花了几十块钱 重要的是这两个哥们 跟我们说了一下明天我们怎么去坐车 这个省去了我们很大的一个麻烦 还有这个伊朗这个钱的问题 真的是太讨厌了 他们这边弄不清楚两种货币 也不是两种货币吧 就这个零你知道吗 哎呀 到时候再说吧 伊朗这边的车 岁数比我都大 这边这些车都看着像是二三十年了 我们现在进到这个超市里面去买点东西 因为我们明天要坐很久的车 这个小超市你还别说啊 什么都有 他告诉我说一个super market 我还挺激动的过来找一找 哎呀 旁边这个后背你看啊 都是瓜子 青色的瓜子 各种口味的 这个有没有像我们国内那种 那种甜甜的那种瓜子 亚生套族 亚生套族啊 我光瓜子就好多种 然后你看 切切你怎么渴了 看这边是养生的 那你买一包给你煮一煮啊 这个是喂鸽子的 这太假了 谁太假了 你知道哪里给我煮 我说你自己煮 你要不煮出来打断你的腿 好 那我就娶一个库尔德女人吧 呵呵 现在叫做我们怎么去认这个多少多少钱 这个他就说怕我们付出钱 在伊朗这边他说一定要小心一些 太难了 你说这个国家这个怎么弄啊 这就连钱都算了不明不白 不明不白 花那么多零干啥是不是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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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